巴黎街头上出现多名持枪警察和警车 拉起封锁线戒备森严 因为巴黎乡线力车大道购物区 惊传有援警惨遭刀刺身受重伤 从目击者用手机拍到的影片上 可以看到这名遇刺援警倒坐在地上 其他警察在一旁指挥交通疏散旁观者 根据巴黎警察局长表示 在当地18号晚上7点15分左右 接获有人在购物区迟刀的通报 当警方赶赴现场后 援警跟持刀嫌犯发生对质 尽管警察是用催雷瓦斯试图制服他 但嫌犯依旧能够砍伤一名援警的警部 而持刀攻击者腹部也重担 伤势严重 据他的犯案动机还有待调查 不过警方目前已经排出恐怖攻击的嫌疑 然而距离巴黎奥运开幕式进入倒数一周 当地治安再度亮起红灯 不免引发民众担忧